就是把我叫醒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那个在播片文学,看完了,对,下一次我在宿舍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你播了一个那个,Nini的那个,Nini的那个,是,对,28岁或是年,对,他播了一个那个过后,然后他看过了,然后还要播,播了过后,然后就走了,然后留下个位置,一个人在那看,重点是他有的,放的那种东麦啊什么的, 其实我都看过了,我还是很认识的,今天早上太搞笑,我去化妆去了,我把那个拨着,我穿着,我帮你头发人包眼睛,我就,别化了,别看了,我化妆不能戴眼镜,就是化妆不能戴眼镜,我就看了好累,我就,算了,把眼镜戴上了,然后就边化边看了,太搞笑了,还好,就是今天早上没有事,就是瞎我猜,这位同学,麻烦你也不克制一下,每次我看完了之后,我都会放火了, 我还在想,这个时间,我应该拿去看书,我想问我在这里,看书,对,我真的,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你的四级都丢给我了,你还看书,没有,在玩,你上一次你说,啊,这个四级,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没事,你给我玩,我的五三呢,就是,在寄回来的途中,可能寄掉了吧,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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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不是我的,那个是他的,我就是,那个真的是他的,可能记掉了吧,不知道,不知道,那请问,请问我们MC住在我们的新宿舍有什么感觉呢,MC,可怜的MC呢,只在,说话认真的,只在那一天,就只住了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呢,还是明晨五点半睡的车,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体验,唯一的体验,可能就是,啊,小龙虾真好吃,其实,那个,那个,苏瑞的房间还算是挺好的了,但是他拍出了一种,那种,合租房,然后,就,就是,很惨,你拍出了那种,你拍出了那种,一百块钱一晚上的那种感觉,一百块钱一晚上也太便宜了,你想,我都把那三个门都拍出来,怎么可能一百块钱一个晚上, 真的,那就是你的房间,一百块钱一个晚上,你的那个房间,就很稀凉,他自己画了一个面,然后,旁边放了个游戏机,哎,你是要好好学习的,你在想什么,就是一张床,然后那个床,然后还是那种,那个图案,很惨,然后旁边啥都没有,一片本,你就不知道了,我拿电脑是拿来做什么,你们小时候没用的,查资料,查资料,哇,这太棒了,哦,原来真啊,对不起,我不回去了,对,你用电脑呢,就是用来的, 这这样子,我们看他电脑上有了,就帮他删掉吧,以设他学习的,对, 好吗? 直接, 原来我反正就是在玩电脑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小的时候,不用我玩,不准我玩电脑,所以,就是说,我用的借口就是, 就是说妈妈我查一个资料 然后看一根小车 就是哇 跟丘飞车那个名字 跟丘飞车那个重新命名叫纽约语的学习知识 因为我在小时候小孩子都是以这个名义来玩电脑的 我刚开始家里没有买电脑的时候 我就经常去邻居家里 然后就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在查资料 然后查到之后我们邻居家是一个男孩子 有小小弟弟 然后他就玩CF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才不信心有了 知道有天 知道有天我相对你吗 然后我跟妈妈说 妈妈我不能总去别人家 我得有自己的电脑我查资料 然后就买了 然后就直接拿音响 就是放CF的音响 你没有遇到过那种吗 就是你不跟妈妈说 就是你不告诉妈妈你不玩电脑 让他们放进出去嘛 自己偷偷玩 玩着玩着他们回来了 你就马上把电脑关了 不是挺好吗 他们就要摸电脑主题 摸电脑主题 让我说 我爸妈从来不相信我 没错 我也想 从来不相信 我知道我现在打电脑 相信我之后回来一摸 天脑是这个 我妈妈呢 原来就是为了防止我玩电脑 想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方法 首先第一摸电脑这个事情是有的 第二 她在电脑里面 她说她做了标记 她的电脑不是我们是笔记本吗 就是开盒的那种 然后她在电脑里面掐了一个东西 她说那个做了标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笔记本电脑 我们后面笔记本电脑 它的那个电池坏掉了 就是用电的非常快 然后我妈就想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 就是把我的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 盛了起来 我是被砸磨的 真的吗 就是因为我以前的游戏绝大 我要每天放学 在学校里就先把视频做一洗完之后 就回家玩电脑 然后我爸就真的是很生气 这方面我都是被砸过一天 我是被砸到iPad直接狗出来 你们好有钱啊 我爸妈每次新的钱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算了 你没看到我爸 我爸都没有砸土机 什么咋了就接盘了 现在没也很贵啊 现在外设 我以前很那种 拐尖盘 你觉得我会买那种游戏的尖盘吗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办 我当时写作业 然后那个电脑放 那个iPad放在那个抽屉里面 然后我写了洗一半 我都打开 我就闻了一下 可能还在两分钟左右 我爸开房门起来了 我就把那个电脑 吹过去 就声音太大 哗哗一下 然后我爸就发现了 你打开去跟我 啥吗 你 果然家里可能都是那父亲 要演出的地方 对 所以 没有 对 他们家烦了 他们家烦了 我妈妈 儿子 而且 别跟他起玩了好一点 不是 是这样的 我在家里面呢 就是我爸爸的小棉袄 然后呢 我爸爸 就是真的 我跟我爸爸 就是那种很朋友的那种相处 兄弟吧 小棉袄 兄弟 就是朋友 然后就是晚上一起 就是三四 三四点钟的时候 在家里面 家里面 看世界杯 酒吧 这种地方 我怎么可能会去呢 当然是不行的 我爸妈怎么可能会带我去酒吧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吃饭好 对 我爸妈都会带我去吃烧烤 我家做的 去楼底下的路边餐 我应该都去他家的楼下吃 我家 没有 我实际上 他妈妈给我做那个 包店 我当然 那一次他的儿子 他来我家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客气 我可以 我开心 我希望你